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又到了區議會時間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西貢區 西貢區兩張紙多一點 又跟大家分析一下西貢區有什麼人士參與選舉 它是Q字頭的選區 西貢市中心選區 有梁恆恩 吳時福是屬於民建聯的 白沙灣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陳權均和何韋航 陳權均是屬於民建聯的 西貢離島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陳嘉林、李嘉良 李嘉良是屬於民建聯的 然後到坑口東選區有三位候選人 李賢浩、劉偉張和劉敏彩 劉偉張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到坑口西 坑口西有兩位候選人 余俊玲、邱浩倫 邱浩倫是屬於民建聯的 採見選區都很誇張 有五位候選人 包括黃炳紅、陳偉烈、何文傑、戴家柱、黃恩奇 很簡單 大家處是民建聯的 接著到建明選區 有梁里、何博浩 何博浩是屬於民建聯的 都善選區有三位候選人 莊榮輝、李柏堂、張展鵬 張展鵬是獨立候選人 沒有政黨背景 接著到維景選區 有三位候選人 葉子奇、黃成光、陳繼偉 陳繼偉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海進選區 都是很多 有五位候選人 包括林樂儀、趙志文、黎偉堂、劉偉卓、何金榮 林樂儀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接著到寶儀選區 寶儀選區有三位候選人 黃向賢、謝正鋒、朱林 朱林是屬於工聯會 接著到副軍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陸平財、黃遠康 黃遠康是屬於工聯會 澳堂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林素衛、呂文光 林素衛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尚德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李嘉銳、簡少奇 簡少奇是屬於工聯會 廣明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一位是莊玄東 一位是柯耀林 莊玄東是屬於民建聯的 好,接著到看警選區 有兩位候選人 林兆忠、陳健進 陳健進是屬於新聞黨的 翠林選區兩位候選人 蔡明熙、譚領律 譚領律是無黨派的候選人 寶林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馮君安、譚竹君 譚竹君是屬於新聞黨的 欣英選區有鍾錦麟、李國邦 李國邦是屬於無黨派候選人 衛恩選區兩位候選人 秦海誠、吳嘉進 吳嘉進是獨立候選人 混亨選區 戰況都激烈的 范國威、大卓賢、楊聰、劉志誠 楊聰是獨立候選人 景臨選區有三位候選人 張偉超、林詠賢、溫啟明 溫啟明是屬於民建聯的 接著到厚德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黃卓雅、莫秀安 莫秀安是屬於民建聯的 富南選區陳耀初、陳博志 陳博志是屬於民建聯的 德明選區有鄭仲文 陳智豪是屬於新民黨的 街道南安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周嚴明、陳語庭 陳語庭是屬於工聯會的 軍保選區黎明澤、李嘉欣 李嘉欣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環保北選區有三位候選人 陳展進、方國山、何子聰 方國山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環保南有三位候選人 姜新華、張美紅、吳可奇 張美紅是屬於獨立候選人 好,今天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西貢選區就介紹完了 大家記住 11月24日去投票 選出你心目中的候選人 好,今天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